我們絲瓜架一整顆進去 所以它煮起來超級甜的 黃嘴的蛤蜊 嗨大家好 我是傳說中每天動人蛤蜊界中的權威 煞切蛤蜊終點者 你以後每次都這樣講好了 有蛤蜊出現的時候我才會變成這個身份 那今天呢 大家已經看到了 有人已經破哏 有蛤蜊出來了 為什麼又有蛤蜊呢 感謝水彩優 因為蛤蜊是水彩優贊助給我們的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企劃 的原因就是 我們拿去買蛤蜊的會員們他們有一個 投稿我們的企劃 對 這次呢 投稿的人 我們選到的是 瘋子 然後他投的企劃呢 既然都叫拿去買蛤蜊了 當然是要有一集影片是拍你們買蛤蜊吃啊 不錯 喔對不起 不過你們要找一些煮蛤蜊好吃的地方來推 或者自己來教學喔 這足音應該不錯吧 可以來量的福利喔 可以 可以 對啊不行沒有辦法再更愛你們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做 五種蛤蜊吃法 第一種最常見的 薑絲蛤蜊湯 一定會有 第二種 絲瓜炒蛤蜊 喔經典 第三種 蛤蜊蒸蛋 第四種 蒜香炒蛤蜊 哇 聽起來很好吃對不對 我們還有最後一個 橘頭蛤蜊 沒聽過吧 沒聽過 那我們現在呢 其實所有的料都準備好了 對 這邊是蛤蜊 這邊是絲瓜 然後需要的一些蔥啊 蔥姜 蒜 咧 在這 我們先做蒸蛋好了 蛤蜊蒸蛋 現在一邊煮蛤蜊湯 然後蛤蜊的湯 再拿來做蒸蛋的 感覺很棒 所以我們的蛤蜊盡量不要太熟 只要稍微有打開一點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撈下來 好的 所以我們要定在這裡喔 沒問題 你加油 我來幫你切算 加一點點的調味 我加一點點就好 開了開了 欸請問 你現在在偷吃嗎 沒有我在喝 湯有味道了嗎 還沒 泡泡 泡泡 好多泡泡 可是你現在不是直接吃喔 你要做蒸蛋弄 好 泡泡 好可愛 泡泡好漂亮喔 戳破它 就是當開就要趕快撈囉 沒有到很熟也沒有關係 因為他們只要都要進電鍋 再跟蒸蛋一起 對 再加熱一次 對 絲瓜嗎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 絲瓜炒蛤蜊 對 那我們先炒 絲瓜 米酒 我來幫你準備米酒 米酒在這 加一點點酒就好了 你要加多少絲瓜 大概是 全部 全部嗎 這個小小的鍋 你覺得它放得下全部嗎 它會軟掉吧 應該會縮小 耶 OK 米酒等一下加一點點好 不知道剛剛不太多 管它的 好你決定 OK 今天這集是你開始 反正絲瓜 呃 米酒這東西是去蛤蜊腥味 但是蛤蜊腥味是很棒的東西 所以 就算沒有去乾淨也沒關係 就算去了太多 那我們就當小酌 好 OKOK 有一些 有呈現半透明了 加水囉 OK 來一點點水 蛤蜊來一把 這樣可以嗎 來再多一點 湯毛再來一點 蛤蜊 米酒呢 這裡來 好 蓋上鍋蓋 燜熟它 應該是 蛤蜊打開的時候 就差不多要起鍋 我們打開之後 我們就丟一點殭屍 欸打開喔 好像在滾 有的開耶 有耶 有開有開 試一下味道 看有沒有要加鹽 好棒喔 需要鹽嗎 我覺得不用 因為它越滾會越鹹 然後我們旁邊這一鍋呢 在準備的是焗烤蛤蜊 對 要來先把蛤蜊先煮開 然後再鋪 美乃滋跟乳酪絲 快起鍋的時候要加點醬 我覺得要加一點 真的一點 因為我不是很愛醬 好 我們這顆粒走一顆粒滑了 起鍋 漂亮 蛤蜊絲瓜燙 超滿超滿天啊 我的天 你看這個湯濁濁就是吸滿了 絲瓜的湯汁 跟蛤蜊的精華 蛤蜊的精華 蛤蜊的精華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做 接下來 它水滾了 所以我們要來煮大顆蛤蜊 然後彈開的瞬間 我們把它拿起來 稍微冷一點的時候 就開始來劈起撕 好大 好大喔 我的天啊 OMG OMG 太大了吧 我的媽 這個湯 泡泡 你看這個 哇 超漂亮 好成猜 這個每個都大顆到靠北耶 好可怕喔 好大顆喔 超可愛喔 好漂亮喔 但是沒有對比 真的沒有傷害喔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出來 它有多大 有啦 可怕 給它看我的大拇指 我是手很大的人耶 超可怕的 好可愛喔 我怕太油 我們就是一點氣味就好 我們加一點點美乃滋就好了 鋪一些美乃滋 然後再加一些乳酪絲 上去吧 我覺得我們烤到它顏色變好 好的那就是觀察 好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就是 蒜香草可麗 蒜香草可麗它需要的東西比較多 對 我們先調好醬汁 醬汁就是醬油膏 然後還有麻油 我們拿香油應該差不多吧 管它的 好 我們先來調一下醬 醬油膏兩大匙 OK 一大大匙 然後開水兩大匙 然後就一樣一大匙了 砂糖 多少 兩大匙喔 對 那我們就一匙 麻油呢是四分之一小匙 那我們就淋個一點點就好了 好 鹽 也是一樣小小 他說四分之一小匙這樣 好 好像隔離很前 對 接下來白胡椒 好 適量 隨便撒 對 開心撒 撒哪裡 接下來爆香 先爆蒜頭跟蔥白 沒錯 我們蒜跟蔥就是這麼多 對 我們下一步是丟 蛤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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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這聲音 怎麼樣 好可愛喔 蛤蜊要多少 一把抓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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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來 我們的醬汁 加醬汁 哇 超香的 然後呢 稍微拌好一下 我們就轉中火 一樣 蓋上我們的鍋帶 讓它悶開 對 那我們先來 把蒸蛋做完好了 好 上次有講過 蒸蛋比例最好吃 我覺得是1比2 很滑順 對 2是水 那所以我剛剛 要倒200的高湯 高湯是我們剛剛把蛤蜊煮開的湯喔 然後還有加了一點調味 然後等一下過濾 過篩 我們把加了高湯的蛋液呢 過篩進我們的蛤蜊裡面 全放出可以的嗎 可以的可以的 喔好香喔 開了 我們的蒜香草蛤蜊已經開了 加一點濾蔥 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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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是會加一點太白粉去苟淺 會比較好吃 你要加嗎 好啊 加囉 好 應該不會很薄 你一點點而已 喔 這個好漂亮喔 超成功的各位 還有幾顆沒開的 我們再等一下 那就先來用蒸蛋吧 為了防止蒸氣進去呢 我們再電鍋插一個筷子 讓它成那個有開孔的狀態 這樣它那個蒸氣才不會滴回去就有氣泡 開了嗎 開了 耶 都完成了是湯 蒜香草蛤蜊也起鍋啦 我們這是送口味的版本 我們繼續靠蛤蜊好了 來 完成了蛤蜊 小滾加個殭屍 太多了吧 好 大滾了 這時候 下蛤蜊 沒有人比較可愛 只有我 好 蝦咪啾 差不多好了 它剛剛水滾之後 我們已經把 蔥花放下去了 不夠鹹 我們要加點鹽 好香喔 好香喔 哇 哇 哇 完成了 完成了 這個是蛤蜊 薑絲湯 很棒 然後 帥香草蛤蜊 然後 絲瓜蛤蜊 然後 焗烤蛤蜊 最後一個 蛤蜊蒸蛋 那我們現在呢 最後一片才試吃了 哪想吃的人 請進來 我們要從哪一個來吃 看這個好了 它冷掉了 這個是焗烤蛤蜊 嗯 冷掉了 好難過 但還是好好吃喔 我絕對是喜歡那個提示 蒟蒻的味道很好 不是 蒟蒻 蒟蒻 乳酪 就是起司的味道很好 然後蛤蜊就是消失在裡面 來 這個是蒜香炒蛤蜊 它那個蛤蜊真的好大顆耶 好好吃這個炒 這好棒喔 這好好吃喔 好想配飯喔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九層塔 真的會更棒 對 來 四瓜 超香 超棒的吧 應該很甜吧 甜到不行吧 還是很好吃 很好吃喔 蛤蜊 我們絲瓜架一整顆進去 所以它煮起來超級甜的 很脆的蛤蜊 好 我們吃蒸蛋 它在充滿的 飽滿的湯汁 欸 你要用這麼絕的 對啊 不然咧 這樣子還好吃 破衣 好嫩喔 OK 不夠鹹 但本身沒什麼味道 讓蛤蜊很有味道 所有的蛤蜊都很棒 有一種在海邊撿貝殼 真的 好了 這時候我們可以喝湯了 快點我把所有的蛤蜊夾出來 這個姜味好棒 我喜歡 其實我蠻想看 羊羊把剩下這邊全部一個人吃完 我可以 還可以 你可以嗎 可以 這次我愉悅的聲音 控制不了你 真的要看你吃完啊 加油 這個湯也要喝掉喔 沒有蛤蜊的 吃瓜 吃完 你決定我真的會吃完喔 你真的吃完 你不留給別人嗎 還想吃嗎 你覺得你可以再吃個兩個 你留給他 都給他 都給他 歡迎來到蛤蜊頻道 那今天呢就是我們第一次的 你說我做 然後是圓滿人成功了 然後今天呢 我們各自講一下自己 最喜歡哪一道料理好了 那你最喜歡哪一道 這個 絲瓜蛤蜊 好 那我呢 我最喜歡的是 蒜香炒蛤蜊 我最喜歡的是除了焗烤 其他都很好吃 所以你覺得焗烤不好吃 焗烤都是起足味啊 把我喜歡的蛤蜊 味都改掉 對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影片啦 喜歡我們今天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買一個喜歡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有什麼享受的話 希望我們做情侶在底下留言 告訴我們 絕對不要忘記放我們 印象本的Facebook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的話也可以加入我們頻道的頻道會員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